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师父请帮助看一个2012年的龙 男孩 他的这个名字 请师父帮助选一下 2012年是吧 2012年的龙啊 喂 对不起师父 刚才没听听 2012年的龙啊 对 男孩 数什么的啦 数龙 看什么 看一下他的 选四个名字 请师父帮助选一下 第二个叫什么啦 尼伯尊 伯金的伯 尊重的尊 嗯 还可以 这个名字好 嗯 第二个名字是吗 师父 第二个名字 好 感恩师父 第三个可以选择 第三个也可以选择 但是第一个跟第四个不好 嗯 好的 好 感恩师父 最近因为这个孩子在家里经常被他父亲所打 五岁的时候他就想死 请师父帮助看一下 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 他需要多少小房子 哦 哦 哦 呵呵 哦 他跟他爸爸两个人冤结很深哦 嗯 非常好 因为师父从才试过 他母亲和他父亲 嗯 也是因为冤结 对啊 因为他父亲就是孩子的爸爸 前世是被他妈妈所医治死的 嗯 嗯 那么孩子出生以来就是经常被他父亲所 就是经常的被打 嗯 哎 哎呦 他是 他的父亲过去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两个人的佣人 哦 他的妈妈跟他的儿子过去是一个兄弟 一对兄弟了 哦 他的爸爸是他们家里过去的佣人 是个女的 哦 哦 哎 所以经常就是 经常过去就是欺负这个女佣人 他们两个兄弟 哦 尤其是捉弄他们 捉弄这个女佣人 啊 用现在 财师父 用现在话讲就是说 对这个女佣人还有过不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 他的老爸就是看见他们两个人 欺不打一出来 听得懂吗 对对 是的师父 嗯 而且经常喜欢动武啊 你明白了吗 对对 他有时候会拿刀拿罐子 啊 这就是说他过去上辈子的冤结啊 啊 特别特别恨 他特别恨 他憋着心里呢 就上辈子的冤结 明白了吗 对 他有时候半夜拿起刀了就看 啊 要把刀收好 要不然会想杀死你们的感觉 啊 你赶快给他念解决奏啊 明白了吗 解决奏需要多少遍师父 哇 你不是多少遍了 你要给他念五千遍了 嗯 是他妈妈给他念孩子和他父亲的冤结的就化解冤结的五千遍吗 两个人一起念就是 两个人一起都要念各五千遍啊 没有没有没有两个人五千遍 一共五千遍 就是讲的时候就讲呀 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 某某某和某某某某某某的冤结 讲两个人就好了嘛 好的 感谢师父 需要小房子多少呢 小房子还需要六十三张了 嗯 好 感谢师父 非常感谢师父 哇 那就这样 念点 有时候只要你们两个跟孩子只要能够经常洗洗澡啊 晒晒太阳啊 他就会好一点 哦 好的 感谢师父 哇 哦